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起重机量产积木套装 利博海尔LTM-11200 来自雨昕魔王 相对于乐高发布没多久的42146 它不只做到了在规模和体积上的完全碾压 更是通过三套主控 共14个通道以及20枚电机的加入 基本实现了对原型车的全功能还原 全身臂高160厘米 成品总长121厘米 其中车长108厘米 根据原型车19.95米的长度来计算 比例大概是1比18.5 而乐高42146的比例是1比50 所以在比例上大概也只有雨昕这辆的37% 本期评测我们会全面地分析它的设计原理 同时测试最终的成品表现 那我们先从这个巨物开箱看起 非常巨大的一个物流箱 重量达到了14.5公斤 里面的彩合也有13.7公斤 彩合仍然采用了雨昕一贯的黑色背景色 除了成品渲染图以外 左上角还标注了套装编号 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 右上角显示了旗舰款的套装级别 彩合背面除了起重比不完全升起状态的图片以外 还展示了成品尺寸以及一些联动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 彩合侧面这里专门对雨昕全新的霍尔电机 以及APP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另一侧还展示了套装内所包含的动力组件 气动配件 还有碳纤维十字轴 配重块等特殊零件 打开彩合里面有两个零件分盒 内部的零件分包装得非常的紧实 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隙 8506片零件一共分成了59个零件分包 14个大步骤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 还有12个气动零件包 以及5个电控组件包 毫无悬念的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苹果的动力组件最多的套装 没有之一 光主控就有3个 一个6通道 两个4通道 而且全是霍尔主控 3个XL电机 5个L电机 4个霍尔L电机 4个M电机 3个霍尔M电机 一个4幅电机 以及若干延长线 3主控20电机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全球科技组量产积木套装 到目前为止的最豪配置了 再看这两本用热缩膜封起来的拼搭手册 加起来有2厘米多 第一本手册甚至还做了4页的开篇彩图 对这款作品的参考原型 以及积木的设计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贴纸步骤被做在了手册的末尾 光贴纸步骤就达到了3页 贴纸数量一共是有像这样的7张 而拼搭部分则是一共有1580部 平均每部5.4个零件 在开始拼搭以前 我们可以按照拼搭手册对电机做一下编号 免得后面解锁插头 另外最好也要对所有的电机 以及气动配件进行一下测试 接下来就开始底盘部分的拼搭 首先是支腿升降相关联动结构 设计师在这里做了气动设计 一枚L电机为两个蓝色的气泵提供打气动力 一枚私服电机负责打气通道的切换 这两枚电机插在同一通道上 当我们切换遥控方向 L电机提供的打气动力将持续进行 而私服电机则通过对气动开关的控制 实现气动推杆的伸缩效果 关于车辆的行驶与转向 每组车桥的行驶动力都从像这样的一根十字轴进入 通过一枚12车齿轮驱动28尺差速器 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 在到达悬挂驱动桥以前 还要经过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而悬挂驱动桥自带5.4比1的减速比 所以总的齿轮比是21比1 转向则是通过12尺齿轮驱动齿条零件实现 动力来源是这枚米黄色的20尺齿轮 另外设计师在这里还做了转向线位设计 刚才提到的米黄色20尺齿轮的动力来源 是这枚编号为A1的L电机 过程中经过了一组20比12 一组8比24 以及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然后到达一枚窝杆 最终被这枚窝杆驱动 值得注意的是 这枚24尺离合齿轮的加入 可以让车辆在转向到达极限位置时 为相关联动结构提供保护 在拼这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前后两组悬挂驱动桥的角度应当保持一致 否则其角度差将被固定 另外过程中也可以做一些测试工作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这个底盘 只是整个车辆底盘的其中一半 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组车桥都有转向动力 以及行驶动力 其中转向动力都是来自刚才提到的那枚 被窝杆驱动的米黄色20支持轮 也是共用同一枚L电机 可以看到传动路径非常长 也因此套装中提供了一些碳纤维十字轴 以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行驶动力则是来自于顶上的这枚十字轴连接键 通过三枚十六支持轮向下传输到车桥所在的高度 并连接刚才我们提到的十字轴 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插入电机来做一下形驶联动测试 同样的转向部分也可以加入电机进行一下测试 车辆的形驶一共用到了两枚XL电机 各通过一枚四支持轮完成动力汇合 同时驱动V8发动机 然后通过三枚十六支持轮向下传输 最终连接刚才提到的十字轴连接键 经过测试联动还是比较顺畅的 转向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 整个底盘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下通电测试 行驶联动 以及转向联动 测试下来都是顺畅的 包括发动机联动也没有问题 装上车轮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整个拼搭过程中一定要尽量的多做测试 因为对于这个级别的套装来说 在成品阶段进行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另外在拼搭过程中对电机线进行整理 也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哦 这里来看一下两侧支腿开合的相关结构 动力从这枚万象节上来以后 通过一系列齿轮组将动力传输到两侧的大推杆 支腿的异端为旋转中心 当大推杆伸出也就完成了打开的操作 而万象节动力则是来自底盘中间这里藏着的一枚霍尔L电机 支腿除了可以打开以外 也可以进行伸缩的操作 它的动力来自于每个支腿内部藏着的这枚M电机 通过一组24比8的齿轮组 然后由这枚窝杆驱动齿条零件的伸缩实现 24尺离合齿轮同样是为极限位置提供保护 而支腿升降也就是用到了我们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启动结构 这里看一下转台的相关设计 回转支撑转盘使用了双层 每层各四枚2412111×11 4分之1圆环形齿条零件 不过并没有像乐高42146那样做错位的设计 转台旋转动力从上面这根十字轴进来以后 通过一枚窝杆驱动24尺齿轮 然后到达背面的这枚8尺齿轮 并由其作为回转支撑转盘的行星轮 驱动整个转台模块的旋转 设计师在这枚齿轮的边上还设计了一枚24尺齿轮 用来增加它和回转支撑转盘之间的链合稳定性 另外三枚8尺齿轮同样也是起到增加稳定性的作用 两组卷阳机构的动力分别来自这两枚白色的霍尔MD 主卷阳传动结构中一共是三组20比12的齿轮组 总齿轮比是4.63比1 副卷阳传动结构中一共是两组20比12 总齿轮比2.78比1 完成转台模块以后 也是需要利用套装中自带的锂线器 对这些电线进行一下适当的整理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台的整体结构强度也是不错的 转台安装到底盘上以后仍然少不了测试的过程 和一般的中小型起重机积木不同 起重机的便服油缸并非采用线程的推杆 而是使用零件进行搭建 可以看到动力从霍尔L电机出来以后 通过一组24比8 一组8比8 然后到达前方的两枚窝杆 每枚窝杆驱动一枚24次齿轮 并带动与之同轴的12次齿轮 最终驱动齿条的伸缩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起重臂 尤其是二节臂和三节臂的伸缩原理 其中二节臂的伸缩动力 来自起重臂尾部靠下位置的这枚霍尔L电机 通过一组24比8的齿轮组以后向前传输 然后驱动前方这里的共三枚窝杆 每枚窝杆驱动一枚8齿齿轮 最终也就是由这三枚8齿齿轮 驱动二节臂底部的齿条 实现伸缩的效果 而三节臂的伸缩则是通过两根绳子实现 其中一根负责在二节臂伸出时将三节臂拉出 另一根负责在二节臂收回时将三节臂扯回 虽然套装规模很大 但它的原理和此前我们做过的 同样也是羽星魔王的格鲁夫 还有黄调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两侧超企的两组联动 其中一组是整个超企模块的翻出 通过左右各一根大推杆实现 动力来自中间这枚深灰色的L电机 而左右超企的打开和收回 则是通过一枚霍尔M电机 控制左右各一枚小推杆实现 爆竿30多个小时 我们终于用积木还原出了这辆全球最强的全地面起重机之一 利伯海尔LTM-11200 最终成品高度达到了1米6 即便是乐高目前为止最大的42146 放在它边上大概也就是个弟弟的级别 而9.6公斤的成品重量也是需要两个人台才比较靠谱 这台由羽星魔王推出的巨型套装 还原的是LTM-11200的T7Y模式 也就是包括超企但没有安装横架复臂的模式 圆形在这个模式下的最大高度大概是100米 我们这里也拿到了官方手册来做一下外观对比 首先整体轮廓比例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准确的 包括底盘部分一共9组车桥的轴距分布也是和圆形保持了一致 上车部分包括转台、其中臂以及便服油缸 相对于下车底盘部分的比例基本也是准确的 甚至包括后方的配重块形状 还有其组合方式也都做到了还原 在俯视视角下 两侧前后共四根支腿的最大打开角度 相比圆形要小一些 但综合来看 在外观方面能挑出来的毛病确实不多 那大家也可以根据上面的对比情况 来给这款11200的外观还原打个分哦 为了成为一名喝哥的吊鸡师傅 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APP 才可以开动这辆使用了三主控20枚电机的庞然大物 下面我们就开始测试 首先直线行驶基本没有问题 车子的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 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巨物朝你时来的强烈压迫感 手机遥控下来基本感受不到延迟 操控起来还是比较灵敏的 然后是一共7组车轮的转向 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皮质工作台上 车轮的原地转向也没有问题 以及由于内部的离合齿轮发挥作用 在转向到极限位置的时候继续操控也不会发生打齿的问题 不过如果是转向行驶的话 行驶联动结构就有可能打齿了 虽然这个具体情况和每个人的拼装调试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9.6公斤的车重给整个行驶联动系统带来的负载已经接近其承载极限 而转向行驶又进一步增加了负载 因此导致这个可能的打齿问题 下面是四组支腿的打开 伸缩 以及升降 经过测试 所有的联动基本都没有问题 运行速度也都比较合适 由于升降是采用气动控制 所以可能会出现四组支腿升降不同步的问题 另外这三组联动功能在到达极限位置后都不会出现打齿的问题 不过支腿伸缩超过极限位置后会发生明显的震动 整体测试情况还是非常理想的 接下来测试一下起重臂的升降 可以看到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是整个联动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 最大的起升角度大概有70度左右 不过这里有经过我们的改动 如果不做改动的话 刚升起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负载太大 窝杆相关的固定结构松脱 进而导致这个仿便浮游缸装置或者说推杆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些零件把它们上下拉住 从而增加它的可靠性 在起重臂升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整个操作台的旋转 测试下来整个旋转动作也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过程中配重模块会和车头前部的一个结构发生干涉 所以并不能够无障碍的360度旋转 对于超大型的起重机来说 这个测试结果还是可以让人满意的 最后是起重臂的伸缩 这里一共有三结构 测试下来基本的联动是没有问题的 但同样也是因为各结构的自重比较大 以及内部的摩擦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这个功能在测试中显示出的可靠性并不是很好 那以往我们一般品这种套装会直接使用大力马鱼线来代替套装中配套的尼龙绳 所以后面有时间的话 我们换了线以后再给大家测试一下更换后的表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起重臂的伸缩同时还需要缆绳的收放 而这两个动作在APP中被整合成了一个聚合操控指令 所以操控体验还是比较友好的 最后就是卷阳机构对应的缆绳收放 包括主卷阳机构和超企对应的副卷阳机构 测试下来速度都是比较慢的 同时联动基本也没有问题 不过在采用原配尼龙绳的情况下 由于线径比较粗 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 那以上就是全部的电控功能测试情况 另外还有三个手动齿轮旋钮 分别用来控制操控室的前后以及倾斜角度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实际的吊中性能 首先在起重臂全升的状态下 吊中能力非常有限 不过吊起一辆小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把二三解闭收回来大概50% 经过测试 如果不额外增加后方配重 大概能升起三瓶可乐 也就是一公斤左右 如果按住转台尾部 或者说在后方配重不成为平静的情况下 那么大概可以升起五瓶可乐 也就是1.7公斤左右 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吊中能力的瓶颈一方面是在电机输出功率上 也就是说即便零件强度足够 电机也不太能举起更重的东西了 而一个小意外正好也说明零件和结构本身的极限 恰好也是在1.7公斤左右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这款套装 想要入手的玩家可以重点看一下 先说槽点 首先就是通过之前的评测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由于规模本身决定的这款作品在很多地方都挑战了零件本身的极限 所以它必然会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地方是零件极限强度导致的 也有一些地方是设计方案导致的 不过就像在评测中看到的 这款作品在结构设计联动设计方面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也需要知道这款作品对拼搭和调试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相对比较适合老玩家挑战 如果是新手的话更建议从比如同样也是雨晶的黄调开始入手 在亮点方面 首先要说的是作为量产品牌套装 雨晶魔王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挑战了这种超巨型工程机械题材 如此大规模的作品对品牌自身的设计水平 产品化能力 零件品质都有很高的要求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绝对是极少有主流品牌敢去挑战的 尤其是包括乐高 所以这里评价为亮点 并不是以成熟的产品化套装的标准来评价的 而是评价的这种敢于挑战的产品态度 而全新开发的霍尔主控和电机 以及围绕这款套装打造的APP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在国内能够像这样成体系化的去推动一款大型作品的厂家 目前确实是不太能数出第二家了 针对这款套装的入手建议倒是非常容易给出 喜欢挑战的对自己拼搭调试有信心的就可以考虑入手 毕竟这个规模的工程机械套装 如果喜欢的话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选的 而且到了这个规模的所有作品 可靠性都不会那么好 所以就是想挑战就入 否则就不太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 感谢明年见 拜拜